其他焦点人物还有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 他提名了共和党籍的委员卡尔 出任联邦传播委员会FCC的主席 还赞扬他是言论自由战士 卡尔的反中立场相当鲜明 在2022年曾经访问台湾 强调自由民主的台湾 符合美国的经济以及安全利益 要和台湾站在一块 但是他也赞同川普 惩罚带有政治偏见的电视媒体 民主党员就很担心 FCC的未来恐怕会成为内容审查机构 曾大夸台湾自由民主 对美国有利的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委员卡尔 获川普提名为新任政府的FCC主席 川普在声明中夸赞他是言论自由战士 卡尔的反中立场鲜明 主张对中国电信公司采取强硬态度 并且禁用TikTok 他也曾在2022年访台 拜会我国NCC核数发布 成为首位访台的美国现任FCC委员 卡尔参与了保守派智库 主导的2025计划 主张对Meta Google和苹果等科技巨头进行监管 要他们减少对美国人言论自由的审查 还公开赞成川普 惩罚带有政治偏见的电视媒体 FCC是国会监督的独立机构 但川普曾放话要美国三大无线电视新闻网当心被撤照 让民主党人担心FCC未来恐将对媒体进行内容审查 不过川普还得再提名一位共和党新委员加入FCC 才能真正握游掌控权 内容好兵议